今天特别来台电公司 来看看我们所有的维护人员 他们在最近这段时间可以说是非常辛苦 停电以后我们所有的台电的 这些维护人员 所有的同仁可以说是不眠不休 紧急在抢修维护电力 所以我今天特别来鼓励大家 也特别来支持我们台电所有的同仁 那因为03-03之后 那当然大小事故多少少还是有发生 那但并不是因为03-03之后 这些事故特别多 那事实上我们从10年前的2万多件 降低到今年到今年统计是已经不到1万件 这是全省的数量 能不能做得更好 那当然可以 那我也勉励我们的同仁 这个我们可以再更精进 更努力作为把这些事故降到最小 但是我们也希望中央在整个配电系统的线路上面 能够重新针对这些线路本身的太久换新 应该予以加强 甚至在溃线的自动化 甚至在整个智慧电网的部件 都能够加速的情况下 来维持一个基本的电力 让电力更加稳定 其实整个能源的一个稳定供应的话 其实是各方要共同来努力的 包含中央的一个能源政策的一个制定 那中间也包含我们台电公司所看到的 大家努力的对这些设备的平常的维修 维护跟抢修 那最重要的话 它还是我们在座的各位乡亲 平时本身对用电的一些安全认知上的一个执行 那好